好了,今天跟大家改一個位置 我覺得很可惜,不是可惜,我覺得是規劃失誤 是一個頗大問題的東西 就是這個同仁街的獨時小販場 其實同仁街小販場是源自於這裏 這裏就是越民坊 越民坊已經被信和置業變成一堆豪宅 其實這裏以前前身是一個小販集 即是墨華街、銅仁街的臨時小販集 以前是一個原民坊的小販集 因為它重建的緣故,將這班舊小販搬過來這裏 但其實只有六年歷史 但你看看現在變成怎樣 裡面差不多十失九空 為甚麼呢?我們就研究一下 我們就研究一下 我不知道有一天有幾個人來走這裏 即是我自己住觀塘,我也自己不走這裏 你想想為甚麼 好,第一層樓 只有兩間店無殼 其他全部都關閉 全部都關閉 好,看底層 更加恐怖 全部都交給事件局 但聽這裏說的就是整個陷阱給你迫遷 整個陷阱給你迫遷 完全整個陷阱 剛才只有兩間店鋪 只有這間店鋪開,只有有燈 只有一間店鋪開 只有一間店鋪開 整個陷阱也不免遷開給你 你還會問為甚麼 其實這個陷阱介紹場 看斜對面 是APM 小巴站 這麼多這麼正的店鋪 為甚麼都不來走 好,我會和你解釋一下為甚麼 為甚麼這個 被我弄成這樣 為甚麼這麼無良 第一 這些小坊店鋪 以前是地鋪 地鋪 以前那裏堆著一堆老居民 老居民是會做熟客生意的 如果你搬去的話 其實以前被迫遷的那些舊居民 搬去另一個地區 其實這些小坊店鋪 做熟客生意 其實是沒有熟客生意的 這件事我真的覺得值得要批評 這些店鋪向來都是做熟客生意的 沒有熟客生意 其實生客是不會來做的 生客是不會上來的 說真的,裡面還有一些有用品 說真的,你哪有些生客會走進來買用品 第二 所有這些店鋪一上樓 是根本上不會有人再來的 因為這些店鋪不是甚麼很特色的店鋪 這些不是甚麼很特色的店鋪 走了熟客仔 還有你走上樓 所有這些地鋪走上樓 是會少了一段限 第三 這個東西 真的很過份 冷氣都沒有 即是你走上樓 你一定要有冷氣 今天會被焗住 這些位置是不通風的 根本上我講真的 你走進來都想快速走 你說這個位置多離譜 第四 根本上是陰謀 我覺得我不是說陰謀論 還是陽謀論 你建一個 根本上就是 你預計了一些小坊 將來會熬不住 熬不住 你看裏面的十十九層 根本上是如其所願去重建 包括加上 市建局近一兩年 其實已經有一個計劃 將這個位置發展 又發展成一些起樓的東西 根本上就是無心想繼續經營這個位置 我便有一個結論 我有點忠告 即是 信市建局 你真是放棄你自己 你信市建局 你信市建局 會幫你重新 你真是 你真是太天真了 即是跟別人介紹 這個真是一個慘的結局 你會說 這個鬧字有沒有用過 有甚麼建議呢 其實我會建議 就最好 信市建局 將那些店舖 給一些年輕人 去開一些創意店 即是那裡開 因為其實 觀塘區的工廠區 不少有很多年輕人的創意店 其實你便把那些店舖 堆在那裡 你把它變成創意來源 即是買一些創意東西 其實現在的問題是 即是和人家小朋友買的東西 根本上是 不會有甚麼人來買的 那你便要不就這樣做 你一個方法 我會建議的 就是那些年輕人 就去找那些 這裡的店舖的老闆 去幫他們去搭買 賣一些這樣的店舖 那其實這個牌子 仍然是那個老闆 但你幫你買你一些東西 買你那些創意物品 其實都可以的 看看可以不可以 因為其實說真的 但是我覺得 只要一定 又未必肯的 因為其實本身 他的計劃就是 這個小販店 都是臨時 都是不會買得久的 其實整個 根本就是整個計劃 這樣想的 但是我會覺得 喂 你現在都空置了這麼多個位 其實是否不應該 製造浪費 其實你這樣簡直上 是逼遷人來的